第一次去我家拜年 你准备好了吗 来了 嗯 你愣着干啥呀 跟我爸说话呀 说什么呀 聊点你们男人的话题 最近这个中国族群 大过年的 你聊这倒霉事干嘛 说 听说最近英雄联盟又出新英雄了 可才猛啊 说 你有没有思考过 生命的起源 来自何处 预测的尽头 又在哪里 说 我在等一场看见一个小姐姐 这腿贼 上了 还是别说话吧 你俩干啥呢 吃饭了 吃饭 女儿大多是父亲在掌上明珠 对于你这个外来男性 父亲有着天生的敌意 这是千万年来发展的生物偏信 所以 你一定要尊重她是长辈 但又不能故意放低姿态 不然会显得太卑微 也别急着说会照顾我之类的话 太想要走一点东西 反而会惹得反感 重点是 要展现你男女 那小娘 来 喝一杯 祝你事业有成啊 要尊重她是长辈 我这样坐着就比她矮 就会显得很一倍 不细了 来 不能过于放低姿态 没事 没事 反正听着就好 太想要走一件东西 反而会得到反感 谢谢叔叔 啊 难道叔不喜欢我 重点是展现男人的营业 变女婿的时候都会给你红包 你打算怎么办 那谢谢叔叔阿姨 啊你先回去了 来来来 叔叔阿姨一点点心意 哦 拜 啊 你是不是不打算去第二次了 叔叔阿姨一点点心意 不行你 哎呦我那个 哎呀 手指吧 我那个手 手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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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啥呀 你想干啥呀 你说拜个年 要弄成世界大战是吧 那那到底该不该说啊 收是要收 但得收得有意义 我爸妈给你红包 就几乎是认可你这个人 这时候 就是你该表现的时候了 来来来 叔叔阿姨一点心意 嗯 不行不行不行 停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死 这样应用半推半救法 让我妈主动把红包塞到你兜里 所以你的站位要方便我妈塞 所以如果有拉链也得提前拉开 说了红包也得说几地话 那谢谢叔叔阿姨了 这份包我就先拿着 过完年 我多给居民买点好吃的 哼 明白了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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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